下面我們再來關注一個暖心事 前兩天一名三歲左右的小孩 在盧州市河東新城站 誤上了167路公交車 幸運的是在大家的幫助下 順利地找到了孩子家長 並把孩子平安地送還 當天晚上 盧州市167路公交車駕駛員簡松 像往常一樣 駕駛著公交車從加勒士忌城 駛向納西客運站 當車輛行駛至河東新城站時 一名三歲左右的小男孩 獨自上了車 大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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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什麼大人嗎 陳委員就去詢問他 你的爸爸媽媽後面還有人沒的 我又從前面的下車觀望 就是站台周圍周邊 是不是有大人沒的 當時站台你個人都沒的 很親近 然後我又把小朋友交給陳委員 我說帶來調度室去 在客運站調度室裡 經過多次詢問 小男孩也說不清楚 家裡的住址和家長的電話 你有什麼嗎 我家長 你有什麼 你爸爸媽媽的電話嗎 爸爸媽媽爸爸去找我 想到時間已晚 小孩父母肯定非常著急 大家立即撥打了110 尋求警察的幫助 幾分鐘後 霞區派出所的民警趕到了現場 經過摸牌走訪 民警很快與小男孩的監護人取得聯繫 發現那個小孩 他是在那區區河東新城附近上的車 於是我們就立即安排警力 在那個河東新城一帶進行一個走訪 然後經過核實之後呢 我們發現我們找到的小孩 就是該女士丟失的一個小孩 家長反映 他是在8點左右 他家裡面因為有事 於是就把那個小孩獨自遺留在家裡面 然後小孩他自己因為貪玩 然後就自己自行出門 出門然後坐了公交車 大約10分鐘後 孩子的母親趕到了派出所 小男孩成功回到了父母的身邊 在這兒民警也要給家長們提個行 盡量不要把孩子獨自留在家中 在孩子遺失的之後 及時的撥打110 家長在教育孩子的時候 也可以就是讓他寄一些 自己家長的一些聯繫方式 我們就能夠第一時間 聯繫到一個孩子的家長